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身一人 却想着热闹成群 与您分享台湾作家杨兆的文章 你有能力独处吗 意大利传奇导演费里尼说 独处是种特别的能力 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 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 可以享受独处的人 因为独处给你一个独立空间 一份自由 这些是人们嘴上喊药 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 人生在世 没有什么比独处更让人惧怕的了 他们害怕寂静无声 害怕那种剩下自己一人与自我思绪 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时的静默 很有意思 菲利尼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经一再地说 她是如何的害羞 不能适合众人场合 可是即使这样 她仍然不是个真正爱好独处独居的人 在吵闹与安静之间 究竟要怎样才能真正面对自己 究竟怎样才能感受到 哪个独立空间与那份自由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喜欢过团体生活 从来没有习惯过在众人之间 我一直警觉着 在众人之间的尴尬与无助无奈 怕成为焦点 怕被挑选出来强迫表演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表演 可是另一方面 又很怕被淹没 一点主体的焦虑 一种无法诚实 面对自己喜好兴趣的不耐与无聊 因而理所当然 认为自己一定喜欢独处独居 年轻的时候 也的确常常寻找独处独居的机会 从各式各样的关系缝隙里 找到可以不必理谁 也不必有谁理我的时刻 总是最快乐的 那时候开车 不见得是要去哪里 而是将一个人将车开在山路间 尤其深夜时分 格外享受 速度中有一种宁静 还有一种介于专注于望神之间的吊诡感觉 一方面 专注于操纵轰隆隆吼叫的运动机器 另一方面 却又可以在脑海里 交换出多少平常在挫杂生活里 无从寻觅的记忆与思考 简直是心与脑分离独立存在的最佳证明 科学家从来不承认 有一颗会感知 会思考的心的存在 感知 思考的功能 全属脑部 可是几乎每个古老的传统文化里 不论东方或西方 都把心和脑分开处理 这当然可能是个共同的误解 在胸腔里 有个砰砰鼓动的机制 那么明显 那么热烈 每个人难免都会问 他到底干嘛这样 尤其是几项主要的情绪反应 几乎都牵扯到心跳的改变 难怪我们会认为 心 是为了感情而跳的 不过误解里还是有点道理 有些感官的运作 其实是可以分离的 人 并不随时随地 都是个统一的个体 不过 那种年岁 回头想 独处情况 毕竟属于生活中的例外 所以格外珍惜 一个人是否真的喜欢独处 真的有能力独处 要到有了大块独处时间才能确定 当独处变成了常态 独处的时间不再是 一丝丝一条条的生活装饰 而是大块大块的基本存在式 本来有太多的记忆与情绪 等着在独处的时间里整理 变成了困窘的 必须创造出记忆与情绪 努力填满独处的时间 活在现代的环境中 有太多方式可以让人逃避独处 即使一个人 也很容易有电视 网络可以陪伴 因而我们往往就少了一份诚实的试验 试验自己究竟有多少 可堪挖掘的内在资源 独处会让人听到许多声音 比静默更可怕的 是这些来自内心的声音 独处使人脆弱 使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容易心软 更容易感动 为什么菲利尼说 要拥有很多内在资源 才能享受独处 因为真正独处是 就只剩下自己 可堪挖掘 在那么忙碌 那么焦躁的环境里 先别说要慢下来 先试试自己一个人 真正自己独处看看 平常让你忙 让你误以为 那就是生活意义的时消失了 只剩下自己 会怎么样呢 大部分人在独处之后 学会了谦虚 因为真正了解到 播出那些表面繁华 自己原来有多么不堪挖掘 有了这么一份谦虚 人也才有资格 具体地 实存地 讨论自由 独立 孤独是一场落寞的等待 独处 是一处自在的花开 同样是一个人的时光 有人觉得是要独自对抗全世界 有人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你有什么享受一个人时光的好点子吗 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和我分享你的心情 当然 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 分享给你身边 可能正在热闹里 挣扎的人 我是超羽 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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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